给您说这么一段道教去史 今天呢是头一回 打哪说起呢 得从这个祖师爷说起 那么说这道教祖师爷是谁呢 这人姓张 名叫张灵 后人呢为了表示对他的尊敬 啊说他得了道了 所以在那名字中间呢 加了一个道字 就是张道灵 什么时候人 东汉时候的人 据说呢是张良的八世孙 他妈有一天夜里边呢 做了一个梦 梦见天上这北斗七星的 第七颗星 打天上面下来了 到了地上以后 这可就不是星星了 变成什么了呢 变成这么一个人 手里边还托了一碗丹药 他妈一看 这丹药是好东西啊 这我得得着 过去抢过来 含在嘴里边就咽了 梦醒过来以后 就感觉自己身怀有润 十个月以后 哎果然是生下一个小孩来 这是谁呢 这就是张道灵 这孩子 打小跟别的孩子就不一样 怎么呢 特别的喜欢念书 而且念的这个书呢 还很偏门 什么书呢 道德经 据说呀 张道灵七岁的时候 就精通道德经 现在您别说七岁 七十岁的人恐怕 别说精通了 通读过道德经的都不多 人家精通道德经 这张道灵念书念这么好 可是当时呢 还没有这个科举制 没地方参加考试去 汉朝呢 是查举制 就是地方官员 三老四少 瞧一瞧 看一看 谁家孩子好 往朝廷去举荐 那么张道灵七岁 精通道德经呢 十里八村就都传遍了 地方官员一看 哦行 那老谁那小谁不错 把张道灵呢 就举荐给朝廷 举荐朝廷以后 就入在了太学念书 这太学呀 就是当时国家的最高学府 啊 负责培养呢 国家干部 相当于现在中国的中央党校 这张道灵入了太学以后 继续念书 再念的可就不是道德经了 是什么呢 是儒家的武经 诗书礼义春秋 啊 别看换了科目了 人家念书念的仍然是相当好 门门一百分啊 大伙同学们一看 说张灵 你这个学得太好了啊 那你以后肯定能当大官啊 张道灵听了这话呢 并不高兴 仰天长叹一生 人生百年 转瞬即逝啊 就算说我慰藉了人臣啊 那我也不能长生不老啊 大伙一听这人有病吧 呼拉超就都散了 都散了 可是有一个人没走 谁呢 这人姓王 名叫王长 啊 张道灵这番话 打动了王长了 王长紧走两步过来 往地上一跪 说我拜您为师吧 张道灵说 你拜我为师 想学什么呢 我跟您学这个 长生不老 那我也不会啊 我怎么教给你啊 好 您不会没关系 啊 咱们俩一块研究啊 张道灵就收下了 顶门大弟子王长 啊 从这以后 师徒二人 天天的利用这个 啊 课余的时间 就是课间休息的时候 俩人一块研究 啊 怎么长生不老啊 跟着研究 研究来研究去 啊 就毕业了 打太学毕业以后 国家包分配 把张道灵就分配到八郡 哎 就是重庆 重庆这个地方 啊 当这个江州令 就相当于现在呀 重庆下辖的 某个县的县长 啊 或者说是县委书记 县委书记吧 张道灵 带着王长就复任了 复任以后呢 哎 仍然是不务正业 啊 利于这个 利用这个 业余的时间 啊 下了班以后俩人不走 啊 跟着研究 怎么长生不老啊 研究来研究去 研究好几年 也没有什么成果 后来俩人一商量 得了 咱们别业余干了 咱们专业干吧 啊 什么叫专业干 张道灵 辞官不作 带着王长 进到深山里边去引修 在哪呢 洛阳不远 有一处北盲山 啊 俩人就在这北盲山 开始引修 说是引修啊 可是越隐 这名声越大 山底下 周围的老百姓 啊 都知道 这山上 有一名高士 啊 在这研究长生不老 传来传去 传去传来 咱们说了 离洛阳不远呀 洛阳就是东汉 当时的首都 啊 最后连皇上 都听说了 皇上一听怎么着 啊 这北盲山 有高士 高士呢 怎么不保证我呀 你应该入朝为官呢 跟人一打听 有人就说了 这我知道 那人好像他 原来是咱们哪 一个县委书记 后来人家辞职不干了 皇上一听 哦 那恐怕是人家 嫌我这官小 那没关系啊 我加封他呀 刷刷点点 写了一道旨意 派这个传志官 啊 就去传志去了 这传志官到了北盲山 见了张道陵 这么一说啊 说皇上现在加封您了 哎 加封您 就给您调了级别了 调了高了几个级别啊 工资加了多少 是不是 住房面积怎么改善呢 是吧 就分房的时候您先挑啊 说半天 张道陵咱们说了 人家为的不是位极人臣呢 人家为的是 长生不老啊 就把这传志官啊 给婉拒了 给打发了 这传志官回来一说啊 人家还是不来 这皇上一下勾起他的兴致来了 还不来 还嫌官小啊 继续加封 加封加封加封 一直封到了 太富之职 那就是桑公之义了 而且呢 进济县侯 这可以说是位极人臣了 而且又爵位 但是这张道陵呢 仍然是不愿意 住朝为官 而且一想呢 这个呢 皇上已经封我封到这个级别了 我还不去 这就是给脸不要了 别到时候皇上一急 派兵来抓我来 那怎么办 得了 这北芒山不能待了 离洛阳太近 带着自己徒弟 王长打山上就下来了 怎么着呢 周游天下 到处就跟人问 说这个 您知道怎么能长生不老吗 哎呀 您知道怎么能够白日飞伤吗 俩神经病 走来走去走去走来 这一天呢 就走到了豫章郡 就是现在的江西省 正走着呢 有一个小孩 把他们俩拦住 说二位先生 看你们这 成天赶路 还老跟人打听 你们这是 要干什么呢 要干什么呢 我们俩呀 求先访道 想学习这个长生不老 哦 想学长生不老 那您得知道这个 黄帝九鼎丹法呀 啊 您知道这丹法 练出丹来 这才能长生不老啊 哦 黄帝九鼎丹法 啊 那谁知道这丹法呢 这小孩就说了一句话 说的什么呢 说左龙并幼虎 其中有天府 俩人一琢磨 左龙并幼虎 其中有天府 这话什么意思 不明白 想问小孩吧 再一看 这小孩没了 俩人一边琢磨一边 往前走 走来走去 走去走来 前面有一道高山 哎 把这鹿给挡住了 跟旁边的音问 说这山什么山呢 乡民说了 这山呢 叫龙虎山 俩人一听 啊 龙虎山 刚才小孩说了 左龙并幼虎 其中有天府 难道说 这皇帝就定丹法 就在这龙虎山之中吗 两个人携手揽弯 进了高山 找来找去 找去找来 果不其然 这山里边有一个山洞 这山洞一瞧 这山洞里边 竟然有一本经书 这经书上写的是 皇帝九鼎丹经 那么说这经书上 写的是什么内容呢 咱们是下回再说